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循序渐进诱骗当事人提供个人信息 缴纳保释金或保证金 对于微信换汇诈骗 不法分子利用微信进行私下换汇 或以提供交付房租便利等为由 利用第三方网站与当事人进行换汇交易 当事人转账后 不法分子拒绝对线承诺转账并消失断联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郑重提醒 国内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 微信等办案 不会经由任何其他单位电话进行转接或连线 不会要求境外公民自行拨打某地方警局电话报案或配合案件调查 也不会要求境外公民与其视频通话进行安全监控 诈骗分子通常会将来电显示号码篡改为官方单位名称或真实号码 请勿回拨来电 切记在电话中随意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或贸然转账 遵守美当地法律法规 通过银行等正规合法渠道换汇 谨慎添加陌生微信好友或加入微信群 不倾信各种所谓优惠换汇信息 不心存侥幸或贪图便利 避免上当受骗 如接到疑似诈骗电话 请立即挂断 事后可拨打12308热线或向驻美使领馆领保电话核实 如不幸遭遇诈骗 请及时向案发地警方报警 洛杉矶线从12月12日开始接受一项6,860万美元的租金减免计划的拨款申请 将为符合条件的房东提供每套高达3万美元的补助金 用于支付从2022年4月1日起至今的一些费用 包括符合某些条件的未付租金和任何其他经证室的相关费用 旨在帮助符合条件的房东抵消新冠疫情 以及拖欠租金的租户对其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 官员们说 这个项目是专门为那些拥有最多四套出租单元的小型夫妻房东设计的 其目标是减少租户驱逐 维持小规模租赁业务的可行性 并确保洛杉矶线经济试用房的可用性 申请表和资格要求信息 可在LACOUNTYRENTRELIEF.COM上在线获取 申请截至日期为1月12日 在申请过程中 需要帮助的人可在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7点 联系多余种呼叫中心8778-490770 北京、上海中国两大一线城市12月14日出台调整与优化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政策 包括下调个人房贷首付款比例 延长贷款期限等刺激房市措施 北京将民众首套住房个人房贷头期款比例调降为30% 二套住房个人房贷首付款比例下调为东城 海淀等城六区50% 非城六区调降为40% 官方表示此次下调可以降低购买住房的资金门槛 有利于更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此外北京也取消了微遏制房价上升过快 而对房贷年限从严管控的限制 由目前最长25年恢复到30年 与此同时上海也发布通知 调降首套住房的个人房贷利率 同时将最低头期款比例调整为30% 二套住房头期款比例依行政区不同而做不同调整 分别为40%和5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